中台山徒儿来袭 日前罹患流感的市长谢国良 报病视察防台措施 公务处长陈耀川 跟安乐区公所区长简易哲 也一起陪同 画面上可以看到大型抽水机 已经进驻到大五轮溪旁 减少基因水的威胁 立委林佩祥 市议员于三发 郑凯玲 和当地多位里长 也都到场了解防台的准备作业 好 那我们今天来看 这个大五轮溪以及设置的 这个大型的抽水站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大五轮地区基金一路 大家都非常关心 那在这个强降雨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淹水 所以我们也辛苦各位里长 都宣导一下 基本上有防水闸门的 可以用到沙包的 我们都积极的先把它做一个准备好 那刚刚也有讨论 万一临时有强降雨 造成一些寄淹水的时候 我们如何调派多的抽水机 跟把水沟盖来做一个适当的处理 让它能够这个在排水上 能够继续的发挥功能 那我想就是这一次这个 的强风豪雨 感觉是来的相当凶猛 所以我想要请大家呼吁提高警觉 但是也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 我们也会在里长群组里面 跟里长们积极保持联络 如果有什么事情 我们就紧急的来协助处理 因为我们本来抽水站 我们都会事先准备好 相关的一个机具跟人员 我们都已经进驻了 那市区内的七个抽水站 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安排好了 都进驻在里面 待命就是整个台风期间的 一个应应的一个作为 我们都有做好了 我想前几天的那个状况 它属于是这个积水 是属于积水 因为宣洩不及 因为我们的水沟 一定是在我们的河床较低的地方 所以它是属于宣洩不及 而不是淹过来 所以我们今天有布满的 这些所谓的抽水设备 如果宣洩不及的时候 我们就会靠这些排水设施 来把这个积水给排出去 选重的去建设处 原本那山水都会直接流到山坡 会更慢 他们现在都打 打摩托车 然后整个水都 缺到泄调水垢 现在缺一缺大条 因为无论国众都来 都流量 那水速会较近 重来较大 你现在这一座的 那么大的水就来 所以造成那天我们 175号的 的族活都淹水 这是我想说 要如何改善更重要 目前我们知道的状况是 明天应该风雨就会进来 那最新消息是说 花莲开始 今天下午6点之后 停班天课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呼吁 所有我们基隆的民众 尤其是比较常淹水的地方 像大五轮啊 深奥坑 如果一旦发现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尽快打电话 跟当地的里长 还有跟我们所有的 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联络 然后我们一起把这台风堵 利利台和台风堵过去 市长谢果良下午2点 也进驻到灾害应变中心 与消防局长尤嘉义 一起跟行政院长 进行防台视讯连线 并呼吁市民朋友提高警觉 加强防台措施 像画面上基金一路附近的店家 都已经陆续装上防水闸门 提早进行防台应变准备 有刺激 有刺激 做看看吗 有啊 有啊 大概要多久 五分钟要超过 五分钟哦 应该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对啊 太久没有了 那是不是用的比较会比较 比较安心 比较安心吗 对对对对 有啦 有一定的作用 我看那个旁边的 哇 那个一个 大街就是很大 哇 对 记者黄瑞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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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